探寻藏在街头的十年老店 天津 前锋 探钢烧烤 说句实话 人家菜单真有特色 啥样特色都能让你拿出来手机拍个照 菜单设计菜品的排列 菜的丰富性 你看人家烧烤实际上很简单 开鲜 砂锅 烧烤 小吃 包括捞汁系列 下酒菜的小凉菜 但每一种都不多 卖的价格都是以串为单位 所以说人家起步量很低 到这点东西没有任何压力 这是人家的车条小串 首先人家这个肉串是没经过任何腌制的 凡是没经过腌制的肉 老板第一 对食材自信 第二 对手艺最行 小串不腌更能体现出这肉串独特的烤的滋味 肉串一大了 你要是不腌的话就没有滋味了 因为食材原料大 很难入味 你要是这个蘸着料吃的就不是这意思了 烤鸽子 看上这个了吗 这只有仙格才带 咱别的不说就一看这种烤法就纯正的是什么东北烤法 当天的活鸽现杀人家经过一个简单的腌制 胸脯上咔咔两针柱上料水 一种特有的草纸包上 这肉要不新鲜 撕出来之后都带茅茶都带丝 也要用顺丝的这种纹路的精瘦肉 切成拇指出的条腌制风干 这个制作材还是很麻烦的是吧 我觉得这些对于一个这么多年的烧烤店来说都是小菜 食蛋我敢肯定这是人自己做的 一般情况下这食蛋有卖现成了 你吃的里边这个碱的味道会特别浓 而且它的形状都是圆形就是鸡蛋形 那种你只能切片或者一皮两瓣 这种你看人家这颜色还有这个形状绝对是自己做的 吃着没有特别浓的碱味 人家放在一个非常平整的托盘里边 上蒸锅自己蒸的这个是 才能切成这种形状 烤猪心大菜来了啊 煎的猪心就是表面加一层盐的腌制啊 锡纸一包往勾上一挂就进这个大钢炉里边了 慢慢用那火烤出来的 食材里边的水分一点点烤干 这种猪心你上刀不行 一用用手撕才有这感觉 这猪心你倒是一剑刀 就能吃出铁刀的铁锈味 只有用手撕才能吃出人情味 哪个都不跟你讲 但是我一定要跟你讲一讲烤土豆 这个呢是有地域文化的 这种烤土豆只有东北烧烤里边才有的 一会儿我再给老板提个意见 这土豆没选好 我在东北吃啊 这种特别沙 跟吃蛋黄的这种感觉似的吧 这个呢就是水头有点足 它选这土豆的原因 品种的问题 它的口感是不是跟烤红薯是不是相近呢 你说对了 烤红薯有的时候你吃了有点水了吧 地的就是没有这种沙然 就是那意思 像这样的大排档 氛围第一 味道第二 吃的是一种放松的心态 没有任何拘束感 我现在坐在这我都有点恍惚 我到底是在东北还是在天津